近年来 中非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中非合作就有哪些特点 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中非为什么能够携手推进现代化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 近日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他们现在也是越来越迫切的 就是把这个经济发展做看成是非洲最迫切的需要 因为就是他也意识到由于经济上的一个落后 使他在政治上面的很多诉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就是影响了他的一个政治目标的实现 所以在现在很多非洲国家都是也是越来越强调 这个经济的发展就业发展基础设施 谈到中非合作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唐晓阳进行了解答 中非合作从短期来讲现在是主要经济 世界经济的一个说一些外部的因素 比如说美元利率的高企 这样就是使非洲的融资成本投资成本就非常高 这个是过去几年影响整个非洲的说经济的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中远期来讲就是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市场 这个是因为导致他现在比如政治的波动不稳定 然后导致他这个基础设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长期的规划 或者建立一些就是顺畅的建立一些物流产业物流通道 也是物流成本非常高 市场也太小 然后各种的法律规则太复杂 这些都会导致你这个中长期投资无法实现它应有的效益 对于这些挑战 唐晓阳表示 中国的原则是不干涉内政 也不输出政治条件 而是务实地做参谋或推进一些实际项目 非洲的这个一体化 它的困难其实主要是这几点 它不单单说是政治上面的一个分割 也是因为它经济结构上面 就是互相更多的是一个重复性 而没有一个互补性 我们有的时候在非洲 有西非三国 我们就会建议他们三国就共用一家炼油厂 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又建一家钢铁厂也是三国共用 这样一国的炼油厂跟另一国的钢铁厂就形成一个互补关系 然后还有他们的非洲国家的一个困难 一体化的困难就是它的基础设施 跨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困难 那我们不是从政治上面来说是推动他们要怎么进行开放市场 而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给他们建设这样的一些跨国的基础设施 就比如亚迪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这条铁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通过这样跨国的建设呢 让这两国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更紧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经济的联合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主题是 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唐晓阳看来 这个主题正好能够抓住当前中非合作和非洲发展需求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中国是现代化对非洲的借鉴意义就是非洲也是可以走自己独立自主的路 就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是很有益于非洲去进行自己的探索 但同时呢又不完全是只是孤立的走 因为中国在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 其实中非合作它现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为中国是现代化的新的一个层面 就是要变成一种全球性开放性 继续全球开放的发展 要实现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 那这一些就离不开跟这个全球所有地区 就也包括非洲的一个紧密的合作 所以在中非合作它本身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部分 另外就中国的一些工业和中国的企业的投资 也在是成为非洲探索它自己道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外在的力量和一些资源 而是在全球的旺效果上 这两个战略的一系列 这一系列的列 що是在远近的远远